大家对你的印象可能相对比较内敛 基本上你打完比赛后不会特别明显去庆祝吧 昨天和今天比赛之后 你都非常激动去庆祝这件事情吧 然后你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你的感受 因为我觉得昨天跟今天的话 对手相对来说就会更有挑战性嘛 因为我觉得赢他们第一次帮中国队 拿下非常非常关键的这一分保 我觉得也非常兴奋 第二也是自己的这些对手啊 就是赢他们我觉得也是非常兴奋嘛 我觉得就是非常不容易吧 所以说就是最后赢了就是释放一下 今天你的对手 你世界排名目前来说还是比你高一些的 然后今天赢了他你感受如何 我觉得团体赛这种就是看排名的话 我没有说看排名嘛 我觉得就是谁赢谁谁输谁都有可能 我觉得就是坦底赛就抛去排名战绩 我觉得就是做好自己一切都有可能发生 我觉得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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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